Hey,我是阿神,我是阿神,我是阿神,歡迎來到我的studio 我們裝點minecraft,然後我們將玩 歉大家好久好久沒有玩的星之音了 老實說這款遊戲真的是freak me out 這款遊戲真的... 啊... 最近在youtube上面看到很多subscriber跟我講說 就是如果...不是如果 阿神為什麼都不玩星之音了 就是為什麼不玩minecraft 之前在粉絲團說過 就是在等雪狼的作品 然後...嗯...雪狼的作品是... 聽說是為了嚇我 然後...所以還要等到1.4版 萬聖節改版的時候才會出來 那我就想說如果... 被他嚇到的話是不是超級沒有面子 所以我就跟他打賭說 我絕對不會被他嚇到 所以啦,我今天就搬出了這款 把我嚇到的作品 如果我能克服這個作品的話 我覺得雪狼的作品難不倒我 絕對 好,廢話不多說 老實說我忘記就是 我們上個episode就是玩到哪裡 所以我們要從頭開始玩 好的,如果前面沒有記錯的話 我們就快速帶過前面 這就是一些基本的規則 然後我記得在最後一頁的時候 好像有就是特殊的成就 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大大你真有耐心翻到我實驗 希望你能夠在天神小學玩得愉快 玩到四眼沒有關係喔 我會陪著你的 呵呵呵 喝個頭喔 誰?誰? 誰說這製作群毫不負責任的 我都聽到喔 然後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後面好像也有就是 隱藏成就的樣子 這個是 蛤,什麼你被騙了 衣不明的本子 OK,我們要就是迅速到後面這個地方 然後如果改善上個episode 就是大家說太暗的問題 我把它挑到最明亮了 所以如果還是很暗的話 真的不能怪我 因為最亮就是這樣 天神挺鳳之暴 天神小學殺人事件 四名兒童刀血跡 天神小學怎麼會 那我們現在 喔,大家也知道 就是台灣之前有一個 就是是連續劇嗎 還是什麼東西的 有一個是叫美慧是不是 他都會講怎麼會 超可愛的 那我們現在到底該怎麼辦 啊 啊 剛剛那是三本的聲音 不管了 先去看一下吧 三本會不會遇到什麼事情了呢 真是叫人擔心 快走吧 這應該是劇情對不對 EJ教室劇情 二J教室要是 我們看一下劇情 小圓優 這應該是我們主人公 咦,這裡是學校 可是又不太像我們的學校 教室都舊舊了 課足也好小喔 如月學員畢業典禮後 結束後就和藍和三本一起玩了一會兒 讓人永遠在一起的幸福的姓子羊 姓子小姐 之後就掉到這邊來了 怎麼感覺有點詭異 先遲出調查看一下吧 所以是三個人掉下完事嗎 此處放完請放回 就是放回這裡面 OK,我們把劇情放回去 我記得在上個episode的時候 我好像還放錯東西對不對 我們看一下這個是什麼東西 我是講桌 好喔 那這裡是哪裡 這邊我記得沒有路 誒? 我記得 上次玩的時候這邊沒有路喔 誒? 誒? 嗯 這裡沒有路 OK,我們回去好了 也許這是要到後面才能 下去的地方對吧 好 等我們拿到梯子之類的東西再來看一下 天啊 是因為上次台岸的關係 所以沒有發現有這條路嗎 好 我們到就是 我們現在去哪裡 2J教室對不對 好 我們到2J教室去看一下 然後 誒? 我想起來了 我 對,我想起來了 這個東西 萬惡的東西 我 我都想起來了 為什麼我上次都被嚇到了 好的,我開始注意腳邊的東西 2J教室 我們到2J教室看一下 嗯 應該,劇情應該是在前面 我們到前面看一下好了 嘿 2J的劇情 三本,你怎麼了 哦,夏美三本 所以應該是女生才對對不對 小 小淵 那邊有 白骨 驚嘆號 白骨 得尾 白骨 白骨在哪裡 我怎麼沒有看到 好吧,繼續看 嗯 嗯,這裡到底是哪裡 我們到底在哪裡 是不是因為景上說要玩那個什麼奇怪的周遊 才會變成這樣的 我早就說過 不要玩那種奇怪的東西 那種奇怪的東西 不要碰 為什麼你們堅持要玩呢 怒吼 噢 三本 別這樣 我們又不能確定是因為咒語才進到這間詭異的教室了 小淵 呦 誰 誰在叫我 真的是你 出現了藍色的鬼火 鬼火 不要啊 哈哈哈 小本 不要單獨跑出去 走遠了 呦,讓我看看你 這個問號問號應該是矽子的姐姐 如果大家還有記得的話 如果大家還有記得的話 就是我們在玩師弟派對的那個故事的時候 如果人死在這個天神小學的話 就連現實世界的人都會忘記那個人的存在 所以 你至少可以找到你的朋友 然後死在一起 什-什-什-什麼 死在一起 沒有出去的方法嗎 或許有 或許沒有 無論如何 我都會待在你身邊 我親愛的呦 等等 還有事情要問 不在了嗎 好吧 我先去看一下三本還有藍 看看能不能夠離開這詭異的地方 此書看回請放回 所以我們要把這本書放回去是嗎 所以這個故事的劇情架設應該是在 一切的故事圈都結束過後 我們要去哪裡啊 我們到樓上看一下好了 喔,這個階梯怎麼會發光 感覺蠻特別的這個東西 嗯 嗯 還只發一格的光欸 好奇怪喔 喔 要注意腳上 腳-就是腳附近有什麼地 有什麼 那個線 資料是-喔 七星在裡面嗎 喔不對 七星已經被敲堵了 所以 沒有七星這個人在這裡面 所以不是走這裡嗎 這上面也發光欸 怎麼回事啊這裡 嗯 我們走這裡對吧 喔 又踩到了 OK我們往這邊走一下好了 這是到一樓是嗎 一樓有什麼東西啊 啊 存檔點 呃 呵呵呵 這是不美放的嗎 依然 依然 呵呵 那個依舊沒有洗掉是嗎 我們到下面看一下 嗯 這裡是 這裡是哪裡啊 我有點忘記 是 濕地拍對的地圖 喔 這 這 小心 這學校也太 撐了吧 慢慢走過- 是這個門嗎 有什麼 寶寶 我愛 所謂 玄關 呃 慢慢走過去吧 小心別失足了 這洞看起來滿深的 這洞看起來滿深的 夠了 呵呵 喂 這不好笑 噢! 別鬧了 你背後的是真的嗎? 喔!這裡就是那個沒有辦法打開的玄關對吧 天啊!這個櫃子立體化 這個斜櫃的立體化感覺有點可怕欸 你們關起來了嗎? OK這個 好的 劇情控制感 等一下我有點 劇情我們看一下劇情好了 不行啊!不管用什麼方式門就是打不開 喔!是頂上欸 藍! 太好了!終於見到一個活人了 你還有吧!沒有發生什麼事情 剛剛三本和我走散了 我很擔心他呢 三本和你走散了 那他 我知道你在擔心什麼 但是目前我們就是找不到人啊 喔!所以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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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景上 就是 藍跟 夏美有關係對吧? 我看我們還是要一起行動 千萬不要分散了 嗯!抱歉啊! 咒於這種事情本來就伴隨著相當高的風險 還讓你們一起玩 尤其是 尤其是 三本同學 要是 他有什麼玩意都是我害的 你是要說這句話對吧? 嗯... 你真的當我看不出來嗎? 司長是做假的 何況 我們又不是那麼確定是周圍的關係 那麼自責做什麼 不講這個了 話說我剛才好像找到一把鑰匙 看樣子失去 喔!保健室 要不要去看一下 好啊!看一下三本同學有沒有在那裡 順便看一下有沒有什麼線索對吧 唉!都很重要!快去吧! 跟蘭這樣嘻哈打鬧 感覺就像平常沒有什麼兩樣 但我們卻無法改變 身處這所詭異學校而出不去的事實 起初開完請放為 鑰匙為保健室的鑰匙 我真是受過我那個開門關門 真的是 OK!我們從 這裡是 天啊!這裡是 通往別館的道路嗎? 咦!怎麼感覺有點長 等一下通往別館的道路沒有那麼長吧 等一下這有點 OK!我們看一下上面的字寫什麼 好暗喔!老實說我看不清楚上面的字寫什麼欸 我大概唸給大家聽一下好了 又說 這裡過不去呢 好像是往別館的樣子 這所學校還真是大 這條走廊這麼長 到這裡竟然是無法通行的結果 失望的樣子 可惡!已經不能到外面去 已經看到外面了 卻無法出去 這所學校到底是 OK!所以我們之前應該是不用到別館 對吧? 好!我們到保健室去看一下 裡面到底是什麼東西 為什麼 亮亮的 喔!前面有那個螢光石 好可怕喔!別館的路沒有那麼長好不好 別館應該是在 你們有看過上面的字了嗎? 窗戶外面都一片漆黑了 有什麼方法能夠看到外面嗎? 沒有欸!都是黑黑的 幽靈也有分 幽靈也有分的喔 友善的幽靈會以藍色呈現 非友善的幽靈會以鮮血般的紅色呈現 但友善的幽靈 不一定會保持著藍色喔 一旦他生氣的話也是會 下面被血跡蓋掉看不清楚 真是夠了 不要再玩那個了好不好 OK!我們到樓上看一下 保健室對不對 咦!這邊怎麼會有血跡?難道是 噢!應該是 零本的吧 就是剪 YOU OK!老實說 製作的有點 有點詭異 成當點! 三本 三本 不!夏美! 如月學園初中部309班 三本夏美 被刀子 割過好幾刀 失血過多窒息 夏美! 不會吧! 夏美已經掛掉了 呦!屍體了 這所學校到底死了多少 呦!怎麼了? 沒有什麼事情 我看這間保健室好像沒有什麼東西了 我們趕快出去吧 欸! 不是還剛進來沒多久 別管了!快點出去吧! 噢! 此處放... 噢!是... 是為了不讓她知道 夏美已經掛掉了嗎? 天啊!可憐的夏美 OK!這裡是... 這裡是... 這是什麼? 噢! 放回去!對不起 嗯... 有食物嗎? 沒有 噢!這是那個日記本是嗎? 這邊還有個箱子 奇怪的器官 骨頭 蜘蛛眼 腐肉 Ew! 不是這本 有了這些就可以 哈哈哈哈哈哈 下面被撕毀了看不清楚 好的 嗯...這個東西有辦法進去嗎? 它會不會藏了什麼路 噢! 應該沒有辦法 噢! 我聽到傳送門的聲音 又沒有了 奇怪的地方 然後這裡是... 應該就只是一些櫃子而已 然後這裡是... 睡覺跟部門睡覺的地方 OK!我覺得這一集Episode差不多結束 如果你們喜歡影片朋友的話 記得點左下角 或喜歡在左上講個訂閱 隨時訂閱影片頻道 隨時跟蹤影片動態 下一集Episode 你們不要忘記了這款遊戲吧 See you guys! 掰掰!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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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